季县北少林武术 是中国少林武术的分支和组成部分 它形成于地处季县盘山的北少林寺 该寺是建于魏晋时期 原延幼二年原仁宗皇帝赐俄北少林寺 原中统年间松山少林寺雪亭浮育禅师 祝持北少林寺 传授四僧席练少林武术 后经明代元成禅师 明空长老等高僧完善 逐步形成了北少林武术 至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 用迹象一边间还传承了北少林的武术 有一个三四家族历代都在演练北少林的武术 我们看了他的这个套路 看了他的这个武术的基本特点 跟少林寺是一卖的 季县北少林武术全土理论体系完整 现流传在商门的古全土 以中国古代人体医学知识为基础 符合人体的运动规律 可内强气血 外食筋骨 其风格无苦无华 刚往而沉静 强悍而技巧 拳法滚入滚出 非趋非直 是寂寂和养生相结合的上乘拳法 其实用质朴重寂寂的武术特色 对研究中国武术的内涵和价值 具有重要意义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北少林武术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既保留了松山少林武术的特点 又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 包括拳术 器械 养生工 及其他工法 共四十余套 其中的炮腿 是北少林武术所独有的 他讲究一步一桩 力行中正 尽力浑厚 硬打硬进 拳脚不炮 所以适应实战 其传人商宝勋 商宝善 商香阁 王忠秀等 为打击日寇和民族解放 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少林武术还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 是增强国民素质的有效方式 在传统武术比赛中多次获奖 其衍生出来的少林会 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应该给予关注的就是 50年来 他没有进入我们的正式国家比赛 以及教学序列 没有进入大的商业浪潮中 所以好处是保留了最完整的 原生态的武术文化和武术内容 清嘉庆年间 季州城西宫乐亭人商世之 拜北少林寺武僧 景礼禅师为师 习武八年 后又至松山少林寺学艺数年 所以将所学武艺不断发扬光大 影响所及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山西等地区 其传人商年辉 已被松山少林寺 世永信方丈 收为俗家弟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 爱好武术的人越来越少 一些绝技 已经或面临失传 给北少林武术的传承和普及 造成了困难 因为这个武术啊 这个东西啊 只要是把人没了以后 是吧 只要是再想中心的瓦掘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广告全普是不行的 是吧 有时候呢 这个意义人传 这让师父带 图的学 这是过来 从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特别是像 这一下子过去几百年 二三百年的这些东西 是吧 如果要是没有人 这个把它传承下来 将来再凭着一些文字记载 再回复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为保护季县北少林武术 这一传统武术技艺 季县文广局和季县文化馆 组成了保护领导小组 制定了长远规划和保护措施 将历史传承下来的全土 祖谱各种武术套路等资料 进行了归纳整理存档 恢复盘山北少林寺 使其成为北少林武术 弘扬传承的基地 组建县镇业余北少林武术队 发展壮大北少林武术队伍 在县文化馆 常年开设北少林武术培训班 在全社会普及推广北少林武术 培养和发现新人 利用天津中医药大学 北少林武术传习基地 加大研究推广和交流的力度 向部队官兵传授北少林武术 使其继续发挥保家卫国的作用 利用网络平台宣传推广北少林武术 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